路透引述6名知情人士报道 北京正敦促国有企业或国家支持的房地产开发商如万科等 购买部分恒大资产 报道指出具有国企背景的经贸 即国企华润之地 皆被要求收购部分恒大资产 上述6名消息人士指出 有4名来自政府及监管机构 报道指出 中央不太可能以直接干预的方式 解决恒大危机 但希望透过购入恒大资产 能避免或至少减轻恒大崩溃 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当中一名知情人士指出 部分国企以恒大与广州的资产进行禁止调查 又指出广州城投即将收购 恒大旗下足球队的球场及周边住宅项目 同时知情人士指出 恒大在广州的核心资产 潜在买家已做好政治及商业考虑 并补充当局不希望见到只有少数公司 竞购有关资产 千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